嗨,大家好,我是打西妈妈 从今天开始跟我一起编织一件 从上往下织的自带绣的威领套头衫 这是很多网友一直想要的一个教程 这件衣服与其他的毛衣编织稍微有点不同 与从上往下织的插肩绣也不一样 这个样子适合比较合体的衣服 就说不要织太肥大了 因为它的这个肩部呢比较窄 它的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这个肩部 穿上以后呢特别漂亮特别合体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肩呢下来了 反而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窄一点呢比宽了要好看 虽然这件衣服属于休闲款的 但是穿到身上是很合体的 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肩部自带绣这一块 因为整个的织平针呢感觉又有点死板 所以呢我又在袖子和下摆的地方又加的凤梅花 这是我还没有下水定型的定型以后呢 它会更板针一些 下面呢我讲一下这个编织的数据 这件衣服我编织的胸围是100厘米 织出来以后呢现在我的乘衣尺寸达到了101厘米 就说明还是我的那个小样密度呢略微有一点点差 这是在范围之内的 实际上呢这个衣服的净胸围是95厘米 也就是说穿这件衣服的人呢 你紧着凉的胸围呢是95厘米 我只加了5厘米的份 就是加出来5厘米的宽松度 我要的是乘一尺寸是100厘米 为什么加这么点呢 一般的我们织毛衣呢就是正常的稍微宽松一点的 都是加10厘米以上 是因为这件毛衣不需要织的太宽松 需要合体一些 织的宽松的呢你就不要织这个样子 这件衣服如果太宽松了 肩膀下来了就不好看了 衣长是55厘米 不需要太长 55厘米也可以 然后肩宽是38厘米 正常的要织其他款式的衣服呢 这个肩宽我会按39厘米来计算 因为这件衣服的肩不要太宽 所以就按38厘米来计算的 编织密度是每厘米2.45厘2.9厘 这个衣服的最有特色的地方呢 你是需要掌握起帧数的计算 这个衣服的起帧也是从领子开始的 从这个后领窝这个地方 从这儿起帧开始织的 这个肩部呢是加出来的 每次织到这儿就加 然后这边也是 就从这儿起头 这样开始织的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讲解每一步的具体织法 好 现在先说一下我的起帧依据 我这个衣服呢 小样密度 先说一下密度 是每厘米2.45厘 2.9厘 这是每厘米的啊 就是1厘米是2.45厘 2.9厘 肩宽尺寸 是38厘米 那我的起帧要起多少帧呢 你要这样算 38除以4就等于 等于9.5 9.5再乘以2 为什么要乘以2呢 我们这一部分呢 起的就是领窝的那一块 就说先把领窝这一块算上 是9.5厘乘以2 它是肩宽的尺寸的四分之二 占四分之二 乘以2就等于 19 19要再加上3厘米 这个3厘米是一个定数 你又加3厘米 然后就等于22厘米 这22厘米 再乘以小样密度 2.45 针 22乘以2.45 就等于一个53.9 等于53.9 我呢 就留 54针 那我的起针呢 就是起54针 这个起针数就是这样来的 你根据你自己的尺寸 这样来计算 这就是起针数 好 现在开始起针 在起针之前 我说一下我用的线 我用的线呢 就是这种纯棉线 看了吗 有baby 这就说明 很适合宝宝用的线 就是特别柔软的一种面线 然后呢 用的针是3.5毫米的针 它这个线呢 它推荐的这个针号 你要学会看这个商标 这个地方呢 是2.5到3.5 也就是说你最小用的针是2.5毫米的 最大的呢 用3.5毫米的 因为我的手呢 有点紧 所以呢 我就用3.5毫米的 3.5毫米的针 相当于国产的针号 是9号针 然后要准备6个记号扣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开始起针 起针呢 那我用这种方式 先把这个打一个活结 好 我起双边 因为这个衣服不再调领子了 所以呢 就起双边 先织一针 把它套上 两针 织完两针以后 再织一 二 看了吗 然后 第二针这个线圈不要松 再把它 织的这两针再放回来 再继续织 一 二 这上面就三针了 这个线圈不松 再放回去 就这样起针 一 第一针是松掉的 第二针呢 不松 好 这个不松放上面 再把它放回去 就一直这样重复值 起到54针 52针以后就把 这两针最后挂上 就是5354针 就行了 你按你自己需要的 针数起 我呢 我呢是起54针 所以就这样挂上 不要起少了 第一针松掉 第二针不松 再把这两针放回去 再继续重复值 虽然这样起针起的有点慢 但是织出来的边呢 它不卷 好看 因为我们不再调领子了 所以这个边呢 要让它厚实一些 好 就这样往下起 起54针 你看这个边 是这样的 好 54针 起完以后 我们开始建立行 把这一面当作反面 这样先把它织下来 然后空夹一针 空夹的这一针并不是要织衣服里面的夹针 而是为了让这个边饱满做的一个小动作 好 再接下来 要空夹这一针 再绕一下 因为后面是上针 好 这样才加上了 第一行织的时候呢 要织这个扭上针 这样呢 它这个纹路才好看 这样呢 就是两针 然后 加一个记号扣 再织 两个上针 一 二 好 两个上针织完以后 再加一个记号扣 然后 再织 五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五个上针 再放一个记号扣 然后 后面织 三十六个上针 这一行都是织扭上针 织下半针 织三十六针 好 自己把这三十六针织完 三十六个上针织完以后 要再放记号扣 这三十六针的两边是对称的 所以放一个记号扣 再织五针上针 一 好 五针上针 再放一个记号扣 再织两针上针 一 二 好 再放一个记号扣 把剩下的两针 把剩下的两针织完 好 最后一针还是织上针 把它这样织呢 它会紧致一点 好 建立行就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从正面看 两下 这是前片的针数 然后这个是肩上的那根筋 然后这五针是后领窝这个塑形用的 中间就是后领窝 三十六针 这边是对称的 好 下面开始 加针行的第一行 这两针呢 始终把它作为是边针了 以后加的针就在它里面 然后这个呢 要这样织 第一针 挑下不织 绕加一针 第二针 织一个下针 这两针 始终都是这样织 然后呢 现在需要加针 进行一个 右加针 就这样 把这个线 它俩之间的这个度线 挑起来 这个左磅针 从底下往上插针 织一个 右加针 你看上边这一根线了吗 它是朝向右边的 这就是右加针 好 这样 你看这个线 它往右走的 这就是右加针 然后滑动记号扣 这个记号扣 是先加针 再滑动记号扣 再指两下 两下 这个记号扣 这个记号扣 先滑记号扣 再加针 这个地方的加针 是进行左加针 左加针呢 就是 左磅针 从上往下插针 看到吗 这一根线 是朝向左边的 然后这样 指一个扭下针 这就是一个左加针 然后再指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制完这五针以后 滑动记号扣 这是后领窝的塑形 然后在这加针 还是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就是你用右磅针 把这个镀线这样一调 调起来以后 左磅针从上往下插 然后制一个扭下针 这样插不好插 那你就把这个针呢 这样转一下 看这样就转上来了 这样就制了一个扭下针 好 就加上了一针 再把这三十六针 织过去 织到下一个记号扣 好 织到这个地方 织完这三十六针以后 这三十六针的两边是对称的 这边这个加针 是进行的左加针 这个是左左右 那这边呢 就是右右左 看到吗 就是这样 右加针呢 就是把针 左磅针 从下往上插针 这样 织一个右加针 然后滑动记号扣 再织这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好 再进行一个右加针 从下往上插针 纸一个右加针 好 织完这个右加针以后 滑动记号扣 再织两下 好 织完这两下以后 滑动记号扣 这个地方就是左加针 这个地方就是左加针 左加针就是用这个右棒针调起这个度线来 左棒针从上往下插针 你不会看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这个线 它是往左走的还是往右走的 往左走的就是左加针 看到吗 这样 它是往这写的 那就是左加针 好 然后再织一下 这个地方为了这个边好看 我们织的是空加了一针 空加的这一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这两针一起把它并掉 就是为了让这个边圆润 这并不是加了一针 而是让这个边也出现双边的感觉 所以第一行就是这样的 因为一开始这个加针呢 很容易弧度 所以呢 我给你写一下 就是中间这是36针 这一个几号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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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这个就是右加针 这边呢 就是左加针 这边也是左加针 那就是右左左 那到了这边呢 到了这边就是右右左 你就这样 右左左 右右左 这就是第一行的加针行 你看这样起的这个边呢 它也不松也不卷 而且呢还很厚实 如果你这个领子要再挑的话 那你就不要这样起针 你直接用长尾线起针法来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呢 我是不再挑边了 所以呢 要让这个边厚实一些 就是这样的 好 今天讲到这儿 下次继续 救员 我先给你 CSV 我先给你 介绍 marathon 伤匆 必须的